其他社会焦点来关心 台南南区间杂货店遭到歹徒持利器攻击 现在嫌犯也落网 根据了解这名陈姓嫌犯骑脏车到了杂货店 手持利器刺向杂货店老板之后 在前往高雄丢弃脏车跟犯工具和衣物 接着回到了租屋处被警方逮捕 但对于犯的动机 嫌犯说辞反反复复 警方还在持续里情 全部武装警方破门攻坚 一涌而上远景进入房间内将嫌犯团团包围 梦丽压制因为这名男子前一天涉嫌持利捡 刺杀被害人 当时嫌犯骑成脏车两度来到杂货店 所有拿出利捡攻击 只见杂货店老板毫无防备 尽管拼命抵抗但嫌犯不罢休 直到挣脱推开 杂货店老板躲到店外 嫌犯这才离开 这起案件发生在24号上午 这名陈信嫌犯先在高雄潔定区 偷走一辆机车 随后来到杂货店购买饮料跟水 在折板假意买酒 吴玉锦持利捡 刺杀杂货店老板后 他又返回潔定区 丢弃脏车跟作案手套及义务 最后在高雄三明区的租屋处 被警方攻坚逮捕 陈嫌目前为窃盗通气犯 有关行凶动机部分 陈嫌说辞反复 警方将人带回警局厘清 据了解陈信嫌犯除了窃盗通气 还曾有毒品、诈欺、洗钱等前科 曾是电线捆供的他 自称当下要去找钱东家讨钱理论 但明明跟被害杂货店老板无冤无仇 却莫名刺伤人 嫌犯恶劣行径令人气愤 藉由黄奇一调报道